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以为来人了 臭猫 我裹着浴巾出来 毕竟是乔雪拜托我来照顾她的 一会儿她把家给拆了 乔雪还不得拆了我 你就不能消停点啊 祖宗 客厅灯亮着 咪咪乖乖蹲在门口 眯着眼看我 她边上站了的人 身形高大 帅气逼人 是乔演 此刻她也眯着眼看我 我尴尬了 好想逃 却逃不掉 乔演俊脸在可见的变红 正好这个时候放在编柜上的手机响了 我抓起来就跑回房间 乔雪 照顾咪咪是幌子啦 其实我把你哥拿下了 嫂子 我把我哥赔给你 我哥可是黄花大小伙子 竟然被乔雪给拱了 要不是她有良心把乔演送过来顶罪 我跟她的友谊也就到此为止了 我对乔演的心思 可以说人尽皆知 但她本人跟块木头似的 拱不动呀 我没好气地回消息 你哥没那么好撩 我都撩了五年了 我从个鼻涕邋遢的丫头骗子 成长为现在亭亭玉立的美少女 这五年我变得花儿聊她 连出场方式都花了几十种了 结果只有一个 那就是不管用 好在我从小就被教育 不怕困难坚持奋斗 不然早就挺不住了 乔雪那头继续穷追不舍地发消息 孤男寡女同在一个屋檐 你啥也不干嘛嫂子 嫂子都喊上了 这都什么人 我哥不会 就被他这么拿下的吧 我没忍住 你冷静点 我怕会直接被扔出去 乔衍跟我哥不一样 钢铁直男放他身上都嫌轻了 要跟乔雪说的那样直接上 来个霸王硬上弓 霸王变王八的可能性更大 乔雪继续发了个表情包 嫂子 东西都在抽屉里 还是一条龙服务 乔雪 我跟你哥余下的 我那可怜的哥 等回去一定让我妈做顿好吃的给他补补 最后 乔雪给我出了个馊主意 让我装醉 这样能名正言顺地扑倒乔衍 要是他生气就一口咬定自己撒酒疯 什么都不知道 女人虎脚蛮缠起来 男人没几个受得了 是成了 乔衍就是我的人 是不成 乔衍还是我大哥 两边都不伤感情 我一拍大腿 就这么办 安排上 乔雪给我发了 他爸平时偷偷藏酒的地方 我顺利找到窝点 祸 都是些高度白酒 管不了了 今天晚上必须把事办成 蹲蹲蹲一通喝 辣得我眼泪鼻涕一大把 心里那个热呀 心里一热胆子就大 酒壮耸人胆 当天晚上我就把乔衍的门给踹了 爽 以前这种画面只能在梦里出现 乔衍从床上坐起来 你没大半夜不睡觉 你干嘛呢 我没说话 当时是怕一张嘴 再说出些不该说的 我晃着四方步走过去 没给他反应的时间 框击一下就把人扑倒了 哎呀呀 好结实 以前只能看看 现在是亲身感受 这身体没得说了 传说中的穿衣显瘦脱衣有肉 就是这个样子的 我俩只隔着几厘米的距离 只要一伸脖子 就能亲到他的嘴唇 我就跟个调戏梁家妇女一样 林师 你这是掉酒缸里了 还是用的化妆水酒精超标 这么大酒气 瞧眼左闪右躲 害我怎么都亲不到 老实点 我厉害了 两只手抱住他的脑袋 巴巴的就要亲上去 就在我即将宣誓主权的时候 还没等碰到乔衍的唇瓣 一股子热流 从未一路凯旋高歌喷上来 乔衍 没脸见人了 接下来的事情我不记得了 只觉得自己好难受 浑身都疼 胃里有座火山似的 等醒过来的时候 天已经大亮 屋里还弥漫着乔爸爸 珍藏多年82年老白干的味道 以及我味叶与食物混合的芬芳 我一度怀疑这是假酒 瞧眼站在窗边 穿着白色的卫衣和灰色的裤子 清纯的衣批 想到昨天晚上 我踢开人家房门的禽兽样子 瞬间脸红了彻底 他一下子拉开窗帘 打开窗户 拉着一张脸似笑非笑的看着我 诗诗 你可真行 我 真行 他是不是不行 不然怎么撩都撩不动 风从窗口吹进来 乱嗡嗡的脑子清醒了大半 我下意识拉开被子 低头看了一眼 难不成昨天晚上失去意识之后 还做了什么禽兽不如的事情 造孽呀造孽 要是把乔衍生米煮成熟饭 造孽我也认了 乔衍这人不张嘴 是挺俊朗绅士 人也长得帅 可一张嘴就变样了 嘴巴跟装了刀片一样 杀人不见血 见血就躺平 大半夜的不睡觉 跑来我房间 你土匪吗你 要不是最后你吐我一胸口 我还以为你转行做 彩花大盗了 不管不顾的进来 就扑我身上 自己什么蹲位不知道吗 肋骨差点被你砸断了 面对乔衍的控诉 我无言以对 脑瓜子嗡嗡的 只能一遍遍地麻醉自己 昨天晚上那个禽兽 不是我 不是我 咪咪这个不开眼的家伙 一下子跳到我床上 瞇着眼 嫌弃地看着我 喵喵喵 咪咪闭嘴 不许看我笑话 乔衍正在喝那种盒装的牛奶 一口奶喷出来 咪咪 咪咪无动于衷地蹲在床上 继续看着我 我弱弱地说道 你妹给猫取了名字叫咪咪 连道欠代解释的 我终于回到了乔雪的房间 闺蜜的电话准时来道 怎么样 我歌声是年少轻狂 晖汗如雨 乔雪还在那里展开无尽幻想 残酷的事实 瞬间击破了她 怀春的红娘心 呸 是我翻江倒海吐了她一床 在她的惊诧中 我把昨晚的事又叙述了一点 嗯 还以为乔雪会取笑我 没想到这伙话风一转 直接吐槽起自己的亲哥来 哈哈 看来当了嫂子 还是有点地位的嘛 感谢我哥的长大成人 让我率先成了闺蜜的长辈 算了乔雪 你哥这种终极任务 我这种菜鸟攻不下来 经历了昨晚的射死 下一步还怎么走啊 我认怂 好吧 别呀 嫂子 乔雪那边倒不这么认为 还在积极地鼓励我 甚至于 她都开始拿自身的成功案例指导教学了 你不知道 林哲也是终极任务 我也是各种手段计谋 再赶上她的失忆难过 这才艰难拿下的 或 认识乔雪这么多年 就是高考她都是佛西心态 看来对我哥 她果然下了苦功 我哥那人吧 确实挺难搞定的 所以说 你必须下狠招 这还是亲兄妹吗 为乔也默哀一秒 林诗 我对你哥 可是本着不成家 就出家的心态 所以这个双扫计划 必须要完美达成 行啊 行动代号都想出来了 在她言传声叫了半个多小时后 我才勉强回复了信心 好吧 我再试试 收到了我的回应 乔雪这才满意的笑了 脑海中闪过一个念头 我脱口而出 乔雪 你不是预谋已久了呀 对面在听到我的话后 果然沉默了几秒 接着 就是影视剧里最俗套的借口了 信号不好 我要没电了 改天再聊啊 望着黑掉的屏幕 我在心里磨出了一把大刀 当晚 我梦里有乔雪 她正挽着我哥的胳膊 一脸燕祖 没错 是一脸燕祖 而我那可怜的哥哥 面黄肌瘦 精神违靡 像是身体被掏空 实在是太惨了 我到底没舍得麾下砍刀 因为梦里 乔雪她说 会给我支招 三天后 我和乔衍都留在了家里 捏着手中 刚买的蓝色小盒子 我拿圆珠笔 小心地涂改着 这是乔雪欣给我支的招 看着那被我弄成 今日到期的标签 我的脸上不自觉地浮现出 一抹不怀好意的偷笑 乔衍不像同龄男孩 他可会过日子了 鞋子从不买限量的 饭菜也喜欢自己动手做 因为乔家二老都是做新闻的 常年出外 所以以前都会请家政照顾兄妹俩 后来乔衍慢慢长大 男孩子插科打混的坏毛病一点没有 反倒把家政的手艺全都学会了 这不才吃完饭 乔衍已经开始收拾家务了 有一说一 他这俊脸干这些真是抱歉天悟了 等了好半天 他终于坐到了沙发上 歇了个脚 鸡不可施 拾不再来 明天就要过期 今晚咱俩就把这个用了吧 装作没事儿人似的 我把那盒加工过的蓝色小盒子 扔到了乔衍的面前 岩霸就自然地掏出了手机 在一旁刷屏 扫了一眼我扔过来的东西 乔衍没说话 我的心里慌死了 人还不敢转过身去 憋了半天 身后还是没有一点声音 再也忍不住的 我还是回了头 这不打紧 直接对上了乔衍探究的眼神 四目相对 我心里已经尴尬长草了 只见乔衍的手指刚捏起盒子 然后漫不经心唤了声 咪咪 叫咪咪来干啥 只见不远处的咪咪 就听到呼唤后 一下子跳到了乔衍的膝盖上 喵 小猫叫唤了一声 在乔衍的示意下 一下就把那个蓝色的小盒子叼走了 目视着那抹迅速消失的雪白身影 我在心底无声的哀号 回来啊 还我的幸福夜晚 林诗 你不去追 乔衍一脸的正经 提醒了我来此的目的 是我做贼心虚吧 我怎么觉得他话里有话呢 难道 他也是相忘有点意思 我立马含羞带骚地坐直了身子 用脚柔造作的夹子音开了口 瞧眼 其实时间也不早了 要不我们就 你还知道时间不早啊 他栖身靠近 恍惚间 我似乎都能看到他的手 冲着我扬了起来 是摸头沙吗 还是揪博文 会先摸我的脸 还是后摟住我的腰 妈呀 心跳好快呀 要死了 要死了 没有等到幻想中的任何一种亲密接触 但是 一记脑瓜崩 倒是给我敲猛了 哎呀 好疼啊 我没出息地大叫 可惜瞧眼一点没有怜香惜玉的自觉 一天天呢 就想那些不正经的 猫沙盆里还有猫石等着你听 说吧 直接毫不留情地把我提了起来 被逼无奈 我只得起身去铲猫石 猫咪跳上了猫抓板 已经开始了自己的流程 咪咪是爽了 但是咪咪的屎还在等着我 捏着鼻子拿着铲子找了大半天 我的杰作果然不一而飞 真是的 工具没了 大不了继续买呗 反正24小时便利店就在楼下 可瞧眼的话 让我实在不爽 要说睡觉这种事都不算正经的话 那世上就没有正经事了 好吗 不行 不把它给睡了 我死不瞑目啊 洗完了一身的猫屎味 我走出了浴室 书房的门没关 灯也亮着 作案工具没了 今晚的我还是决定不再造次 嗯 我绝不承认我是怂了 冲了一杯热牛奶 我好心的去敲了敲门 近 乔眼的眼睛 根本没有离开笔记本 该死的钢铁直男 等我按倒你的那天 我一定要狠狠地锁住你的目光 带着那个伟大的目标 我忍着心里的牢骚 将牛奶端了进来 乔眼 喝杯牛奶好睡觉 望着身边的牛奶 乔眼毫不掩饰地皱了皱眉 我晚上没有喝牛奶的习惯 你喝吧 我拧眉 嘴角强忍着愤怒的抽搐 搞什么呀 深更半夜的 辛苦的工作后 还有美女送上温情的热饮 别说是牛奶了 就是毒药也得给我升冠下去 估计是怕我死的不够快 乔眼又加了一句 还有按备份 你得叫我哥 乔眼的钢铁程度 绝对不比鲍尔 嗑茶巾要差 好 不就是叫哥哥吗 我忍 就当这是你的小趣味吧 哥哥 你在忙什么呀 拿着牛奶杯 我的小脑袋凑了过去 笔记本还没关 我清晰地看见了上面的入职单 精华高科能源研究一组 咦 这不是我们公司吗 哥哥 你是要跟我一起上班了吗 那以后我们 那以后我们岂不是要一起出门 一起回家了吗 最好在一起做饭 一起生娃 脑海中美好又甜蜜的情景 一幕接着一幕 我心里已经乐得开始冒泡了 哥哥叫得我肾得慌 你还是叫我哥吧 我的花痴没得到爱的回应 只有一盆直男的铁水 这是毕业前的校招职聘推荐的 导师们选了很久 我也是前天才知道要去哪个公司 太伤人了 先是否定了我的自作多情 然后又反尔赛了一番 所谓的校招职聘是指 学校直接输送给单位的优秀人才 根本不用实习期 就直接享受正式员工的待遇 不仅如此 一般能去的企业都是超级牛了 想当初我进了这个公司 那可是过五官斩六将 外家我就老爷是他们的供货商之一 反观乔宴则是纯纯的添上掉馅饼 那还得挑剔一下要吃哪个馅料的 就这样的人 轻易睡不到也是正常的 不行 这在家没人竞争都这么难得手了 等他入职后不就更难搞定了吗 睡不着也得喝点汤啊 我还是得搞点事情出来 哎哟 双腿一软 我就蹲坐在了乔宴的书桌边 社会险恶 为金之计 只有我厚着脸皮 抢在那帮狐狸精之前 攻占高地了 但凡是个男人 一定不会错过怜香西域的机会 可依据此刻的情景看 我真的开始怀疑乔演的性别了 只见他冷冷地看着我表演 就是不起身 拜托 就算是路边的大姨 估计他都能上去扶人家一把 这怎么变成花季美少女的我 就啥也不灵了呢 得了 等他主动估计要下辈子了 我只能自己开口了 哥哥 我脚抹了 你能抱我一下不 你太沉了 我抱不动 王八蛋 你还没抱呢 怎么就知道我沉的 估计是读懂了我眼神中的不满 瞧眼又补了一刀 刚才那个沙发坑的凹陷 没有个140斤 绝对做不出来 凭什么诬陷我 你才140斤呢 你全家都140斤 脚抹了就自己缓一会儿 再不计爬回去也行 瞧眼那个魔鬼 说的没一句是给人听的 放心 这屋我天天收拾 地板不脏 留下了这样的好心劝慰 瞧眼头也不回地走了 我分明看到他偷笑了 要不是他跑得快 我一定一个猴子偷逃 让他感受下做男人的难处 一眼而近那杯讨好牛奶 我熊啾啾气昂昂地走回了瞧雪的房间 找出瞧雪的对话框 我没好气地连发了十几条语音 核心思想就一个 他哥太硬了 我放弃了 等了好久 他根本没回我 这货也太不尊重小姑子了吧 就算是你不听 一个敷衍的也得表现出来吧 不信邪的我打了个连麦 电话才一接通 我终于听见了瞧雪的声音 有病啊姐 我在忙呢 气喘吁吁 外家急不可耐 该死的 他这是在干什么 不信邪的 我又给我哥林哲发视频 不管我打几次 这货就是不接 想我老妈教育我哥多年 告诉她 男孩子在外边 一定要记得保护好自己 如今 她早已失掉了初心 在欲望的漩涡里 乐得呼吃带船 家门不幸啊 果然 第二天 我就在公司见到了乔衍 该死的 她竟然不带我 早上我出门的时候 乔衍早就没了踪影 只留了一份 还有温度的早餐 我也没客气 吃了个干净 到了九点 各部门主管齐聚开大会 我竟然见到了乔衍本人 要知道 能参加会议的 除了我这种端茶倒甩的 就剩下公司的精英骨干了 当乔衍在副总裁的介绍下 走上讲台的时候 我便明白了一个道理 这货跟我真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想我从大四下半年 开始在总务处熬 整整快半年了 才坐实了这个实习生的名号 人家道好 一来就是储备精英 高了我不知道多少个Lever 乔衍镇定自若的发言 根本不似平日里的寡言沉默 此刻的她 简直熠熠生辉 无数的女领导们 对着她投去了爱慕的眼光 心里一阵凸凸 不好 前路本来就不满荆棘 现在又出现了那么多的对手 老天爷呀 不要阻止我为国家生三胎的宏伟计划呀 会议过后 乔衍果然成了空降的热搜 男人都在关心她背后有没有人 女人都在关心她背后有没有女人 总之她火了 我慌了 茶水间里满是关于她的各种八卦 传的那叫一邪虎 但是大部分还都是夸她的 我听着一顿暗说 午餐时分 我美滋滋地给她发了个小红包 算是祝贺她正式入职 红包 巧也没领 不过倒是立刻就给我回了句话 我兴奋地解锁了屏幕 三秒后 气得我直接关了机 在公司记得装作不认识我 王八蛋 早上我还吃了你的蛋 现在你就不认账了呀 憋着十二万分的劲道 我才把到了嘴边的花咽了下去 没了吃饭的心情 我早早地就回到了宫位上 可巧也的名字 就像是个诅咒一样 随时随地在我耳边响起 又有人开始议论她了 能源部新来的那个空降兵 可有两把刷子了 现在疫情德国那边 不是来不了人了吗 张公他们研究了四多月 都解决不了的事 他一来就搞定了 我看他年纪也不大呀 未来不可限量啊 大家对他议论纷纷 似乎瞎子都看出了 他的前程四季 虽说心里还有点气他 装不熟 不过越听那些话 我也越开心 一想到这样的男人 就跟我睡在同一屋檐下 我的心就有点飘飘然了 当然了 居安思危 这步 才来一天 就有人开始惦记了 临近下班 有同事开始窜多着 要给人家开个迎新会 只见平日里 几个打扮的花枝招展的秘书们 一个个都摩拳擦掌的 时代变了 比起油腻的中年大叔 大家还是更喜欢英俊潇洒的青年才俊 乔衍就像跟行走的金条 每个女人都无法忽视她的闪光 俗话说得好 情敌的爱慕 必须用流言蜚语扼杀在摇篮里 这不 我现在就要出招了 那个乔尖里申请了家庭保险补助 现在就能批吗 我装模作样的去询问领导 一听是桥间里的事 大家的耳朵都竖起来了 家庭保险是给她父母吗 不是 是给她女儿 她女儿好像快三岁了 她想咨询下 我这惊世骇俗的发言 引得有人的奶茶 直接撒在裙子上 什么呀 老娘新买的裙子 你就毁了条裙子 我可是彻底心碎了呀 真是的 优秀的人都逃不过一年早婚的命运吗 裙子啊裙子 原谅我吧 一切都因为乔尖太完美了 现在抓不住 以后就更没机会了 挡住了部门的妖精 我忘了外边还有一大堆呢 当晚下班 乔尖就被人给约走了 我只能行单影只一个人回家 喵 咪咪跑来磨蹭着我脚踝 我狠狠打开灯 哎呀 别闹了 我还得给你铲屎呢 没有男人 只有猫屎陪我 何等凄凉 估计老天还嫌我不够惨 铲屎的时候 我还意外发现了那盒失踪的作案工具 望着那一小盒蓝色 我无奈一笑 算了 这盒还是让我哥辛苦点加班用了吧 史材产完 门就开了 还以为是乔衍 我兴致勃勃地冲到了玄关 再看到来人是乔雪的那刹那 我神色立马垮了下来 不是 淋湿 见到嫂子这么失望啊 面对我的不热情 乔雪反倒是笑脸盈盈 她嘴上说着抱怨 可手里还是带了一大袋子的淋湿 随便瞟了一眼 都是我爱吃的山母网红餐 且 还算你有良心 知道我受了你哥的气 自己来弥补我 接过袋子 我就开始朝屋内走去 身后的乔雪一脸吃瓜 欠欠地询问着我和乔衍的进展 得知我还一无所获之时 她立刻头大 不是 你脑子都是白长的了 就我哥那个啥经验也没有的大指南 不是分分钟就能拿下了吗 乔雪一脸的难以置信 她满眼都是这也叫事儿的死表情 气得我只想捏爆她那张形丝蜡笔小心的圆脸 估计也是看出了我眼中的杀意 乔雪立刻改了口风 哎呀 其实我今天抽空回来 就是想给你来个亲身示范的 言过于此 虽说这里是她家 可我还是想一脚给她踹出去 能不能有点社会功德心 不要这么虐狗 幸好老天带我不薄 收拾乔雪的人回来了 你不是说去旅游吗 回来了为什么也不说 乔衍堵在门口 看见乔雪满脸不悦 顾不上解释自己 乔雪开始一个劲地夸我 还直推着我往乔衍的怀里钻 那模样怎么说呢 就像是你逛菜市场 卖菜大姐兴奋地把一个大窝瓜 塞到你的手里 非逼着你抢买抢卖不可 哎呀 这怎么还比上窝瓜了 我明明是圣女果 任乔雪吐磨横飞 吹得天花乱坠 乔衍依旧窥然不动 毫无兴致 也就是乔雪实在说渴了 抽空喝水的功夫 乔衍抓住了使机 你行李呢 乔衍只一眼就看出了核心问题 惊得乔雪是哑口无言 我俩面面相去 乔雪那本就不足的智商 企图强行便衣升级 她开始边说边边 后边的话越来越玄乎 先是说自己身份丢了回不来 又说什么拼车的时候 遇到熟人了巴拉巴拉的 讲得云里雾里的 一塌糊涂 我压根都记不全了 哥 我说的都是真的 不信你问嫂 淋湿 她都知道的 兄妹二人的眼神 齐齐向我射来 我只想原地爆炸 最后 在乔雪用口语说八遍 我可是你的嫂子了之后 我还是虚伪地点了点头 没办法 谁叫我哥失了身 我也只能做乔雪的同谋了 既然回来了 那就别走了 现在外边疫情严重 还是在家好好待着吧 乔演伸手就来拉住乔雪 乔雪立马眼疾手快地 将我推到了乔演的怀里 我刚抱了一个团 今晚的飞机 回来就是拿点东西 哥 诗诗 我先走了 没有乔气的乔雪 溜得比兔子还快 只剩下我和乔演 大眼瞪小眼 半晌 乔演这才明知 顾问了一句 淋湿 告诉哥哥 他说的都是真的吗 这一声哥哥 让我酥得不行 望着乔演的双眼 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 我梦中的大刀 何时才能磨好 我一定要砍了乔雪的狗头 乔雪跑了 留下一堆烂摊子给我 这个夜晚 乔演时不时就来一句 问得我脑瓜子疼 就在我又一次 差点回答错了之后 乔演掏出了手机 准备给家里人打个电话 别 我不是不想好好回答你的问题 实在是我心思不在这上边 我我我 我心思在哪儿你懂的 我都已经记不清 这是我今晚说过的 第几个谎话了 乔演挑眉 不懂我话里的意思 我不就是问他在哪里睡的吗 至于这么难回答吗 他 他 他就睡在我家 我哥哥的小被窝里 放心 我家工党可好了 他绝对不动脚丫子 这答案严谨一该 又诚意十足 足以立刻引爆乔演全家 他睡在哪儿不重要 但是我就想睡到你的被窝里 为了演得更真 我直接伸出了贤猪手 用上了乔演精壮的腰 妈呀 我的脸可丢尽了呀 哥哥呀 嫂嫂啊 你们俩没良心的 你们可知道 在隔着不到十公里的地方 我在努力为你俩幸福保家护航吗 空气里是死一般的寂静 我的头还窝在乔演的胸口 近到能听见他的心跳 就在我以为乔演会一把把我推开 没想到他却僵住了 迟疑了 片刻过后 乔演才又给我一记狠狠的脑瓜伴 放手 我老老实实地松开了手 还退后了一步 本想着抬头 说句没克制住 不好意思 倒是乔演先朝着厨房走去 徒留我一个人在客厅 就在我以为他生气了的时候 他却忽然隔着厨房的玻璃门 对我喊话 今晚吃火锅 我去找锅 你去冰箱里找肉 半个小时后 锅开了 羊肉卷也都放进去了 可 这是我的错觉吗 我怎么觉得 乔演的脸比那红油底料还要咽呢 简直 红透了 接下来 乔雪又失踪了 据我所知 他正跟我哥相亲相爱 乐不思蜀 我那可怜的哥 听我妈说 半个月没见 瘦了五六斤 害了我妈以为她是不是得了什么大病 倒是乔雪 气色红润有光泽 乔雪 乔雪长期不归家 既然乔演回来了 我本来想让她照顾咪咪 免得我控制不住 自己总想扑倒她 谁知道 乔演直接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 坚决表示猫屎不产 没办法 我只能继续留下来照顾咪咪了 我每天咪咪去猫沙盆 一蹲屁股 我立刻就去旁边拿着猫铲罚站 等着她拉 嗯 乔演一定是嫌猫屎臭 就这样 我和乔演莫名其妙的同居了 我当她是征服的目标 她则当我是禅屎官 我可太惨了 稀稀 不过有一说一 和男神同吃同住 饭菜她做的 手艺极好 家里卫生她弄的 干净到一根猫毛都看不到 乔演本身更是帅得赏心悦目 除了只能看 不能睡 事实证明 乔演果然是个大项目 不事等凡人可以随便驾驭的 就在我准备 将心思从她身上转移到工作上时 乔演出事了 她被公司另一位得高望重的人指认 企图出卖公司机密 公司里议论纷纷 要知道乔演可是副总裁亲自招进来的 刚好和举报者所在的阵营相互对立 于是乎 各种阴谋论层出不穷 有人说乔演就是个副总裁 安排进来的戏作 那些过往的成绩都是伪造的 也有人说是对方觉得升职无望 所以就想来个鱼死网破 更有传的邪乎的 说乔演是副总裁的新欢 来这儿上班就是方便办公室激情 乔演从小到大都很优秀 他履历上的每一个奖项我都知道来历 眼看着他被误解 我真的认不了 要知道副总裁的女儿都快35了 乔演怎么会当副总裁的小白脸呢 没过多久 我就听见了一个更隐秘的消息 公司要开内部征讯会了 这种可不是普通的调研会 凡是在这种会议上出纰漏的 都会直接扭送到经济罪案科的 不行 我必须就瞧眼 一般情况下 会议都是极其缜密的 时间和参会人员都不会对外公布 辛苦熬夜帮前辈做了半个月的活 我终于换上了去会议室端茶到水拆室 你何苦呢 他都成家了 你这是打算送他最后一程啊 结果那一摞子比新华字典还厚的文件 跟我换工作的前辈忍不住八卦问我 其实我心里清楚 我压根帮不上什么忙 在那样的环境下 不亚于古代忠臣被强行逼供 纵使我真的做不了什么 至少我能保证递给乔远的那杯咖啡 是暖的 是甜的 到了会议那天起 我早早起床 梳妆打扮 乔远还是跟往常一样 根本看不出任何不同 临走前 她甚至喊给咪咪开了个罐头 撸了几下猫头才离开 唉 她越是这样 我心里就越难受 按理说她的成绩那么好 去别的公司也会有很好的发展 结果 偏偏进了我们公司 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是到如今 我只能见机行事了 到了会议室 乔远只在看到我的时候 显得有些吃惊 上咖啡的时候 她用着微乎其微的声音跟我说 今晚等我一起回家吧 这是她第一次对我发出邀请 我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 心里满是对她的担忧 躲在角落里的我心悬空不落 会议很快开始了 对方列出了一大堆的例子 图文并茂地展示乔远的犯罪行为 眼看着那些不利的证据 我压根就不信她会做出 如此执法犯法的事来 出乎所有人意料的 乔远对那些行为供认不讳 完了 像是双打的茄子一般 我也没了底气 对方已经是胜券在握的模样了 就等着吹响胜利的号角了 可很快 画风一转 公司提出了另一种解决方案 他们可以既往不救 甚至还保留乔远的本职工作 不做更改 但是 条件是要她交出她 正在研究的一项专利 那陌生的元素学名 我也听过不少次 似乎是乔远一直以来的心血 本来去年就要成功了 但是因为她的导师生了病 所以项目被迫停摆了 我明白了 他们拿捏着乔远的未来 就是想白调她的功绩 眼见着乔远不言语 他们就开始放狠话了 说我可以 说我男人 哦不 未来的男人 我可忍不了 胡主管 这事还没定性呢 你怎么连判多少年都清楚了 法院是你家控股的 还是监狱是你合资的呀 这么多人欺负人家一个刚出社会 不丢脸吗 心里一旦受了委屈 嘴上就没个把门的了 站到乔远的面前 虽然矮了她一个头 唯一就觉得自己超级高大 我的肆意妄为 不仅仅镇住了在座的大佬们 连瞧眼都吓了一跳 如果你们坚信人家有问题 就光明正大的找相关机构来 偷偷摸摸的威胁 算什么好汉 你是哪个部门的 从哪冒出来的 终于 对方还是反应过来了 可惜了 我才不会给他们承住我的机会 有必要告诉你吗 敢欺负我男人 也不看她背后的女人是谁 总之 我辞职了 不伺候了 对了 你刚刚虚伪的嘴脸真丑 连我男人的手指头都比不上 瞧眼的眼中有震惊 或许还夹杂着感动 不过她还是一脸猛 我牵起了她的手 走出了会议室 外边的阳光特别暖 和会议室里的昏暗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还不松开 扬着被牵起的手 瞧眼半是无奈半是宠溺的看着我 才反应过来的 我急忙松了手 可她竟又牵了起来 你都辛苦半年了 马上就要转正了 为了我不值得 说着 她就拉着我 朝着公司的大门走去 我替你解释清楚 他们应该不会为难你的 我的事我自己搞定 犯不着叫你丢了工作 也不知道哪里的狠劲 我直接甩开了桥眼的手 我又一次的表明了立场 并且说了自己的离职 是因为看透了这家公司 叫桥眼不必自责 望着宁死非辞的我 桥眼还是没拗过 回去的路上 那个手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反正就一直拉着 其实 桥眼的手心还挺暖的 总之 我此刻已经有些飘乎乎的了 经过了一家 我平日很喜欢的日料店 桥眼忽然停下 不饿 我却忽然有点委屈 那里没有我想吃的 那你想吃什么 她还是一脸笑意 似乎真的只是在询问我 关于晚餐的意见 手指压到她的唇上 我可怜巴巴地撒着娇 吃这个要热乎的 桥眼笑了 拿下了我的手指 又胡闹了 我才没呢 我 我就是想把初吻送出去 不顾路人的眼光 我极力地争辩 我知道 还没等清楚 桥眼为什么会知道 下一秒 我便说不出话来了 她压着我的脖梗 在人潮汹涌的街头 狠狠地吻了我 那个吻其实也不长 但是我感觉似乎等待了一个世纪 那个吻其实也不短 可是我好似未曾拥有一般 总之 我圆满了 在我的离职报告还没生效的期间 桥眼的事就有了定论 我对她的笃定始终没错 她从头到尾都没做过任何偷鸡摸狗的事 可是她确实是带着目的来的 那个举报她的人 正是她老师的儿子 桥眼的老师本意是想 无偿将实验室的专利捐给政府 也得到了整个团队的认可 可是老师的儿子 却不忍放弃这份商机 于是搞了一份假的转让合同 就占为己有了 她不知道 研究中的第一功臣不是父亲 而是作为学生的桥眼 研究被偷 老教授无言面对学生 得了重病 那个无耻的儿子不仅不去探望 还对着上门来质问的桥眼 恶语相向 根本不相信桥眼说的一切 后来我就去找了你们副总裁 然后他就安排我进公司了 桥眼跟我讲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听得我一愣一愣的 我上了好几次副总裁的车 让他误会我是对方的人 其实也是为了引起他背后利益的注意 短短的几个月 桥眼不仅掌握了核心技术被外邪的秘密 连带着上一次这种不入流的小法庭 既拿回了自己和老师的心血 又挖出了公司肮脏的秘密 和着这家伙在这玩无见到呢 所以现在准备工程身退了 谁说的我还得跟媳妇一起上下班 他的手压了过来 搂得我更加紧了 副总裁答应叫我技术入股了 以后我还是现在的位置 但是年底应该还能拿个百万的分红 七位数的收入被桥眼说来 就像是八百块一样的自然 细细 其实钱什么的我听得不太真切 我的脑海中只有媳妇这三个字 对了 其实我本来也是打算用这个专利技术入股的 你那么喜欢那家公司 从实习去过就各种夸人家的食堂好吃 瞧眼的话勾起了我的回忆 当初我被分到精华实习 确实挺高兴的 一方面是因为是大公司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们的食堂 真的太赞了 24小时有吃的 还全部免费 甚至还让打包 不是吧 那么久的是他还记得 我要是再不努力来这上班 你早晚要被别的男同事抢走的 瞧眼说着把我抱在怀里 随着他的调子渐渐滴下去 有些真相也浮出了水面 他说他惦记我好久了 却总是觉得自己只是刚毕业的毛头小伙 要有了未来才好跟我正式在一起 所以他来这儿工作也是为了我 我猛圈了 喜欢是放肆 爱是又闷骚又憋得慌 难得他一个钢铁大直男 还能说出这样有格调的话来 林师 我喜欢你很久了 我还没来得及回话 伴随着瞧眼的一声响指 咪咪就跳了上来 不仅仅是他 还有他嘴巴里叼着的蓝色小盒子 真是难为他了 这个到底过没过期啊 瞧眼不怀好意地看着我 果然够闷骚 我忽然想起一个事儿 现在 还用叫你哥哥吗 当然 之后我才想起我哥和乔雪的事儿 之前二人专门请我吃了个饭 叫我找机会跟乔衍说一下 想我那身高快一百九十的亲哥哥 居然还要牺牲妹才能换个妹妹 真是啥也不是 没招了 此时不聊 更待何时啊 我搂着瞧眼的腰就要对他说 但是也不知道是嗓子哑了 还是不好意思 组织好的语言到我的嘴巴里 就开始断断续续的了 其实吧 我哥哥 他 瞧眼没听清 只听了他最感兴趣的那一部分 叫哥哥干嘛 他又欺身上来 对着我耳边撕磨 完了 看来今天办不了什么正经事儿了